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从最上面的开始吧 这一箱是Flaphone的 我是今天买了 然后明天看着有打折 然后又想买 所以就前后下了两箱 看看这箱是什么 送了两个小样 一个是胶良香水 还有一个是CC霜 是一只口红阿是我买的 现在特别火的枫叶色的 这款亚诗兰黛的3分3 它外边有一层白色透明的膜 我要把它撕开 这个膜吸掉以后 这个包装看上去好漂亮 能看出来吗 好闪阿 就被这个包装首先吸引了 是这种经典的蓝管 凹凸的这种质感的 看上去还蛮有质的 这个盖是有细铁石的 很棒 很温柔的 又很有气质的颜色 因为现在333很火嘛 所以我就想要入一只 然后我觉得它特别都适合秋天 同样的系列 我其实还买了另外两款枫叶色的 应该在别的箱子里 看看第二箱是什么 我在粉丝中间好像 还买了一个粉底液 每个箱子里面都会有一个小样 这个是一个boss的香水 果然是粉底液 是这款兰蔻的 24小时持久粉底液 大家之前看我视频的 应该知道我是那种混油皮的 所以我一般都比较喜欢持久力比较强的 是这一款 这个包装上也有写的 其实24小时持久的 所以它还蛮好辨认的 包装也是特别温柔的一个 很女性的一个包装 磨砂玻璃瓶的 感觉很有质感 我这次买的是10号色 虽然它这个色号牌子比较靠厚 但是它其实是比较偏白一点的 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呢 也很适合我们亚洲人来用 但是我给大家截图一下 他们家的这个色号 大家可以看 真是超级超级多 所以如果你想选到 一款适合自己的粉底液 其实还是得去专柜去亲自的试一下 我比较喜欢它的是 因为它比较适合混油皮 它的持久力还有五控油力 大家的评价都还比较好 所以我也就入了一瓶 它的容量呢是30毫升的 我觉得对于粉底液来说也是够用了 而且它还含了15倍的防晒 刚好在冬天的时候用就特别的合适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箱 这一箱好重 里面东西很多 我是在道格拉斯买的 国内的小朋友可能对道格拉斯不是很熟 它也是我们德国一个做的非常大的彩妆零售商 大家看这个盒子不大 但是里边真的装上是满满当当的 都装满了 但其实我只买了三样东西 其他都是赠品 我们先看看都有什么赠品 有两个香水 这个是很常规的都会送 还有一个这个皮肤颜色的一个测试卡 然后我手机上按上他们家的这个软件以后呢 再用这个笔色卡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肤色是什么颜色的 他们把这个卡片打开以后里面有一个这个笔色卡 然后呢就把它这样放在脸上 再用他们家的手机上面的软件来进行比对就可以了 这个还有一个大盒子 这个是欧书丹的一个小套盒 应该是马鞭草系列的 看看里面是什么 这个好大 看上去好实惠 这是一个马鞭草的一个沐浴液 蛮小一支但是有50毫升 我觉得旅行的时候带来它蛮合适的 看上去还蛮精致的 喜欢 这个还有一小支是10毫升的 这个是一个护手霜 先闻一下它什么味的 虽然说它是马鞭草 但是它味道很香甜 里面好像有柠檬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味应该大家都会喜欢 涂上以后也是比较水润 不是那种很黏腻的感觉 看我视频的朋友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试那种混油皮 然后我很怕那种很油腻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用护手霜还蛮挑的 但这一款还挺滋润的 然后也不会觉得很油腻 喜欢 接下来是一个来自切尔市 看一下是什么 这是一个洗发水 有65毫升哦 容量还不少呢 这是一个护发素 洗发水的香味比较淡 是那种我看 它含椰子油 所以里面有那种淡淡的椰子香味 这个护发素真的超香 一打开之后就有那种椰奶的味道 好好闻啊 还蛮滑的耶 但是不能涂在手上了 一会儿把它擦掉 但是它的香味好好闻啊 是那种奶加椰子的那种香味 它护发素里面还含了霍霍巴油 现在不是挺 现在不是挺流行用那个椰子油来护发的吗 这个产品还不错 而且它是适用于所有发质的 就不管你是比较干的头发 还是比较容易出油的头发 这款其实都是可以用的 65毫升也不小 我觉得都还蛮适合旅游的手带 最后一个赠品是 来自于Otocam的一个洗发沐浴二合一 但是它是因为是男士用的 所以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还是有一点好奇心想闻一闻 它到底好不好闻 就是很常见的男士和香水的味道 下面重点来了 要说我这次买的彩妆单品了 首先呢是这个NARS的腮红 我买的这个色号呢是深喉 因为我的皮肤的颜色是比较偏黄一点嘛 所以这个颜色涂的话是完全不会出错的 就是很适合我们亚洲女生 它这个包装好精致啊 打开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小小的瓦楞纸 来给它做缓冲 它的这个盒子呢特别很有质感 就是类似于一种磨砂橡胶的那种质感 摸上去会感觉特别特别的温柔 然后它的设计呢又很简洁 有这个很有标志性的NARS这个字体 看上去就特别的时尚 上面有一个小镜子 所以用起来还挺方便的 即便是你出去的时候用也可以 这个颜色呢就是特别适合亚洲人 尤其是皮肤稍微偏黄一点的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肤色 我觉得用它就不会出什么错 现在我给大家来试一下吧 哦它粉质比较硬 所以完全不会飞粉呢 是比较偏粉红色 但是又会有一些淡淡的香槟色的转色 我感觉它上手之后 感觉我的手都变白了 好像还蛮显肤色的 嗯那我现在给大家上脸试一下吧 哇它这个上色好好呀 我就只是轻轻地蘸一下 这个颜色上脸之后特别特别的自然 就是感觉是完全融合在你的整个皮肤里面的 是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红 而不是说感觉好像是涂上去的 它里面会带一点点微微的这个亮粉 但是会特别特别的少 所以上脸其实也看不太出来 只是会增加皮肤的那个光泽感 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mark的单色眼影 我是把它来做鼻影来用 因为今天想要跟大家做拆箱嘛 我就没有上鼻影 那我现在就来跟大家试一下 嗯它颜色比较淡呢 棕色调里面比较偏冷的颜色 带一些灰料 用下三红的镜子 哇这个好上色啊 大家看这边马上就变得立体起来了 这个地方 就眼窝这个地方就变深邃了有没有 而且它的颜色特别的自然 好像就是本身的那种光影的颜色 然后我现在把这边也上一下 嗯 真的很自然欸 完全不像上了鼻影 喜欢 上鼻影的时候 我通常也会在这个鼻头下面扫下 因为我的鼻子好像有点长 所以我想把它的这个 长度缩短一点 而且也会让鼻子显得更翘一些 好啦这个鼻影就试完了 超级喜欢 重头戏来了 这个小小一支 但是蛮贵的哦 就是娇兰的熬夜神器 这个小小的一支只有15毫升 因为它是急救型的 所以不能每天使用 大概一周就用一两次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官方介绍说 它可以加速复原 弥补睡眠不足 嗯 蕴含多种高效活性成分 能够减轻浮肿 疲劳痕迹一扫而空 一早醒来就如同睡了一夜好觉 精神百倍 神采奕奕 肌肤更显光滑 但是请在睡前使用 这感觉好像真的是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熬夜所产生的问题 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哪有几个不熬夜的 要么是加班 要么就是追剧啊 上网啊 就是大家都免不了要熬夜 但是第二天 你又不能很疲惫的出现在别人面前 所以我觉得这款还蛮有必要的 我就买了 网上大家都说 什么涂了以后第二天皮肤就像没有熬过夜一样 然后整个都在发光 然后毛孔完全隐形 好像就是评价真的是蛮好的 我就心痒痒的入了一致 嗯后边会用它来试一试 到时候再跟大家回报效果 这个网站叫做notino 这个是我最近才发现的一个网站 他们家东西真的是发货超级快呀 就比如说你前天晚上下单 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就说他发货了 哇一盒子的缓冲 看我买了什么 嗯也送了一个香水 是最近比较火的这一款 Black Opium YSL的香水 我来闻一下吧 对这一款好有兴趣 因为最近在推还蛮火的 这个款 诶怎么打开 来闻一下这个香水的味道 是那种带有花香又带有果香的味道 我觉得中国女生应该都会喜欢 完全没有那种欧美香水那种 特别特别浓郁的粉质感的味道 我在他家买了一个也是雅士兰黛的 枫叶色的口红 就是这款130 同样的包装好美呀 但是他这款呢是另外一种质感的 它不是那种雾面质感的 是里边会有带有一些亮粉的 所以涂上以后会有一些光泽感 然后会显得更滋润一些 包装跟刚才的那个333 那个枫叶色的其实是一样的 啊这个颜色是比刚才那个深一些 我还买了一个也是枫叶色色号是307 本来我对唇釉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因为秋冬的时候就想涂一些 看上去比较有质感的 然后我觉得唇釉可能涂上去 会显得太春夏了 大家看他这个包装 大家看这个包装跟刚才的 两款口红一样也是特别有质感的 然后在造型上也比较相近 他颜色是那种红茶枫叶色 就是带有一些红茶颜色 跟枫叶的那种颜色相结合 还没有试的时候 我在瓶子外边看呢 我觉得这个颜色太红了 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当我在嘴上试了以后 我真的就深深地爱上了这款颜色 我觉得嗯我必须要买它 必须要把它带回家才可以 那我现在把这三款颜色 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333呢它是一种干枫叶色 是那种雾面质感的 跟它的名字一样 而这个130呢 是叫做闪金枫叶色 所以它里边会有一些细闪 涂上以后会感觉很滋润 然后会很风盈的那种效果 这个唇釉呢 它虽然说是叫唇釉 但是其实它的质感会特别的水润 那我现在就来给大家试一下 它们三个颜色的对比 大家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来 它们三个颜色的差异 虽然是各有不同 但是都非常非常美 相信我至少我非常的喜欢 那首先是这个333号干枫叶色 它的颜色呢就比较有这种 棕红色的色调 哇好美啊 我觉得它跟枫叶的颜色更贴近一些 因为它会 因为它会有一些橘色的感觉 那第二款是这个闪金枫叶色 130号 大家看它里边 高体里边会有一些亮闪 它质感也跟那个Matte一样的 但是它看上去会更有光泽感一些 更滋润一些 第三个呢 是这个红茶枫叶色 307的一款唇釉 它虽然叫唇釉 但是它其实质感很水润 但是它的显色度又很好 是一款特别棒的产品 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的颜色是里边最红的一款 大家看这就是这三款颜色的一个相互的对比 这是343 这个是130 这个是307 它们的颜色呢 就是从这种 从比较偏橘到一个更红的一个颜色 后面我会做详细的上嘴的试色 欢迎大家关注哦 那除了以上这些呢 我昨天还买了一些 觉得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单品 因为我经常会卷头发 我买的这个 它上面有画一个 这个卷发棒的标志 它是用来 在卷发之前 喷在你的头发上 来对头发做一个保护的 这样即便是经过高温头发 也不会容易受损 但它的用法呢 就是 先在头发还没有完全干的时候 就把这个护发水给它喷上 然后再用你的造型的工具 来对头发进行造型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护你的头发 它上面有写啊 它可以抵抗230度的高温 所以一般我们 对头发做造型的温度 它都可以对我们头发进行保护 然后呢是这个指甲油 是一个白色的指甲油 我觉得白色的指甲油就会 其实试用的场合非常多 不管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其实白色它都是一个百搭色 其实涂白色的指甲油 也会特别的有气质 白色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可能会显到 我们的皮肤没有那么白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 比较有个性的颜色吧 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支的至少 那我买的这个牌子呢是Sally Hansen的这款指甲油 它的颜色呢会比较白一些 因为我觉得涂白色的指甲油 必须它的覆盖力够 如果是那种半透明的话 就会显得没有那么酷 它的刷毛是一个很像我们小时候画画用的那种牌笔 而且它的刷毛是有一定硬度的 即便是你在涂的时候这样按压它 它的刷毛也不会散开 所以在涂的时候就特别好操作 接下来我就是最近特别种草的是这个牌子 叫做PREMAVERA 我这个是德语翻译 它们家的产品呢 所有的护肤品全部都是由精油制作而成 主打的是自然的护肤品 所以我觉得用起来还是蛮放心的 我买的这款呢是一个叫做旅行小套装 里边一共含了三款产品 一个是洗面奶 还有一个是面霜 看 里面包括三个产品 一个是洁面遮离 还有一个爽肤水 还有一小管的面霜 这三款产品呢都是含熟尾草和葡萄籽的 所以比较适合我这种混油皮的 它是叫做BALANCE FLAG 就是用于水油平衡的 所以很适合我这种大油甜的皮肤 那我现在来闻一下它的味道 是那种 是那种带有一些植物 但是又会有那种水果味的 因为它是用树尾草精油和葡萄籽精油混合 混合而成的 所以它的香味还是蛮好闻的 但是它会有一些那种草本的味道 因为它都是由精油制作而成的 所以对于那些不太喜欢那种植物本身味道的女生 可能他们家产品就不太适合 当然我还挺喜欢的这种 就是比较自然的这种味道 这款平衡霜呢容量比较小 只有8毫升 给大家涂一下 它是那种乳液的质地 但是很有滋润度 不是那种就是一推 然后就 什么都看不到了的那种 因为它也是用树尾草精油和葡萄籽精油调和而成的 所以它味道跟刚才的那个爽肤水是一个味道的 嗯 我觉得闻上去还挺放松的一种感觉 因为葡萄籽它有那个抗老化 然后提亮肤色的效果嘛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年龄还蛮适合用的 另外在他们家我还买了一个这个 薰衣草精油 因为嗯大家看到我都买那个熬夜神器了 就知道我最近可能睡眠质量不是很好 所以我又买了一个这个 助眠的精油 之前呢我已经买过他们家的 嗯几款精油了 我觉得我都很喜欢 嗯 当时还买了一个这个三香石 然后睡觉之前呢把它滴在这个石头上 然后放在枕边 我觉得会有助于我的睡眠质量 好了那以上那些呢就是我这两天在 嗯网站上还有在实体店买的一些东西的一个拆箱和分享 后边我还会做 也是蓝带枫叶色口红的口红湿色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 嗯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新视频了 国内的小伙伴呢可以在b站找到我们 在微博和公众号呢也会有更多有趣的分享 如果感兴趣的话记得关注和订阅我们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